大家好,我叫Eddie,我是一個社工 也是樂隊Boys Reborn的製作人 幫他們作曲和做音樂 在這個運動裏面,其實有喜又有悲 有喜就是見到有很多香港的市民和年輕人 義無反顧地出來抗爭 公民社會的力量很強大 大家都不怕辛苦 每個星期都有遊行、集會 甚至是行日都有 以前傳統是星期一 現在星期一至五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無論是集會 傳統的集會遊行 或者是逛街 甚至是上山舉牌 做橫額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抗爭 真的見到有很多香港人無私的奉獻 見到大家 有錢出錢就有力出力 可以這樣說 真的很團結 而且這個是不分階層的 無論是所謂中產一些或者是基層一些 無論是學生還是大人 無論是年紀大一些的人 或者是年輕人 在學生過 大家都很團結地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 這個可以說是 香港很少有的 甚至是一個史無前例這麼大型的 這麼持續了這麼久的一個運動 當然 但也有悲 就是見到 有很多人被捕 受傷 自己都 作為一個社工 都有去做一些 支援年輕人或者抗爭者的一些不同的行動 我經常都開玩笑 就是說 沒有想過自己幾個月 去法庭 去警署 去醫院的次數 人生以來這麼多 人生累積都沒有試過這麼密集 去這些地方 傳恩是有很多年輕人 有很多學生 其實他們真的被捕受傷 或者是遭遇到很多不好的經歷 這個是非常痛心的 還有一個正常的社會 是不應該有這麼多年輕人 要出來冒著生命危險去抗爭 雖然 建制的人會說他們是暴徒 但是 其實說到最後 大家是沒有真正的武裝 其實說到最後 都是血肉之軀 去抵擋著很多槍炮 很多武力 都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 走到街上去做抗爭 所以這個是很傷感 還有覺得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就算說 大家都想有和平 大家都想有對話 首先 政府必須要釋出善意 還有 必須要 願意去聽人民的聲音 唯有在這樣的前設下 但是我們才有可能 用一些更加和平 更加 大家都不需要有傷亡 一個比較 文明的方法 我們可以 香港可以真是 實現回 一個和平的生活 這樣 我必須說 我身邊就 不懂得有人說真是失蹤 是的 是的 但是 有受到警察不好的遭遇 例如 在警車被人被捕的過程裏面 被施捕 即使用一些不恰當的武力 在制服他的過程 按他的頭落地 特意打多他兩拳 或者甚至是言語性很侮辱 即是之前有人說 叫示威者唱歌給警察聽 都真的有學生這樣跟我講過 或者甚至一些疑似性侵犯的個案 其實之前都在不同的 和年輕人接觸的時候 都有聽說過 而這個真是很可悲的 不應該是這樣發生的 不過很可惜 就是有很多時候 這些發生的過程 是缺乏了一些證據 即是都是難些去 即是說去警察投訴 科投訴 但都很難 很難有一些很實質的證據去指出 但是譬如我作為一個社工 跟年輕人去對話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 他們不是在說謊 即是他們真的將自己 一些 即是被 即是 不合理對待的經歷 很誠實地說出來 這個是很不樂見的 是的 不知道可以為他們做什麼 但是我希望社會整體 都是繼續向警方和政府去施壓 正視這些警暴的問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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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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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